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首相安田文雄将着手修改国家安保战略 台媒披露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的更多内幕 韩国开启与新冠共存模式餐饮业迎来久违客流 首先来看正在苏格兰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那让全球都在关注我们的地球家园 而此时此刻太平洋的一个岛国的命运更是令人担忧 核噩梦重现 当地时间10月29号 英国海军一艘基敏级攻击核潜艇停靠在了澳大利亚西部最大城市珀斯 这是今年9月 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宣布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以来 第一次有来自英美国家的核潜艇造访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防部近日公开的最新数据显示 自2013年9月至今 来自美军的核潜艇与核动力航母已经在澳港口停靠过14次 而英国核潜艇则是7年多以来首次访澳 澳方长表示 今后类似的访问和停靠活动会越来越频繁 停靠破司的这艘核潜艇此前曾与部署到亚太地区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共同行动 访澳期间澳海军官兵计划登上这艘潜艇并出海 英澳两国潜艇也不排除进行联合演习 英国皇家海军的机敏集合潜艇停靠在珀斯海军基地 向澳大利亚海军展示顶集合潜艇的性能 澳媒透露 莫伊森政府内部不少人认为 美国海军现役的弗吉尼亚集合潜艇更符合澳大利亚的作战需求 但由于目前美国负责建造弗吉尼亚集的两大造船厂产能已满 因此由英国为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美英澳就核潜艇展开的合作在地区内引发了强烈的质疑和不安 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家媒体报道 太平洋岛国对核扩散风险的担忧正在迅速升级 尤其对国土全境都处于环礁上的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来说 这简直就是核恶梦重现 马绍尔群岛被美国核爆67次 马绍尔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 地处美国夏威夷和澳大利亚航线的中间位置 全国由29个环礁岛群和5个小岛 共1225个岛礁组成 陆地面积181.3平方公里 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213.1万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6万 二战后美国将马绍尔群岛作为其一处海外核实验场 从1946年到1958年 美国在该群岛共进行了67次核实验 给当地生态环境和民众身体健康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1946年7月 美国在马绍尔群岛中的比基尼环礁 进行了代号为十字路口的核实验 这是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核实验 只在测试核武器对水面舰艇的打击威力 十字路口行动是美国第一次在马绍尔群岛上进行核武实验 对当地民众来说 这也意味着噩梦的开始 1949年苏联第一颗核弹引爆成功之后 美国独自掌握核武器的优势不在 美苏的核武竞争也正式开启 为了保持自身的核优势 1952年美国紧急完成了轻弹的设计工作 不久一个重65吨的庞然大物 出现在了马绍尔群岛中的埃尼·威托克环礁 这枚被命名为迈克的核弹 是历史上的第一颗氢弹 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8月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500倍 即使远在60公里外 观测人员仍然可以看到天空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太阳 而此时的埃尼·威托克环礁 已经几乎被剧烈的核爆炸平 仅一年之后 苏联的第一颗氢弹也实验成功 这刺激了美国军方 试验威力更大的核武器 1954年3月 一个威力比广岛原子弹 大1000倍的核弹 在比基尼环礁被引爆 这个照片被摘成了50公里 这时的射箭的射箭 在这时的射箭的射箭 在3秒后的射箭 是4公里 剧烈的冲击波 彻底摧毁了附近的三个岛屿 并制造出一个 深达80米的巨型湖泊 更严重的是 由于美国对核弹威力的预估出现偏差 附近海域的许多居民和渔船 都没有能够及时撤离 之后 仅在核爆点附近居住 并且接受调查的200名渔民中 就有近半数 在短短几年内 死于核污染导致的白血病和癌症 近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彻底化为永久性核污染区 岛上不少民众被迫离开家乡 核试验的致命遗产 从1977年起 美国国防部开始对遗留在 马绍尔群岛上的核残留物进行清理 4000名美军官兵从群岛各处搜集了 大约7.3万立方米被污染的表层土壤 运送至鲁尼特岛 1980年 美军在放射性废料上修建了一个巨大的 混凝土穹顶结构 以便封存 据英国《卫报》报道 这个耗资超过2亿美元的计划 原本只是临时性措施 但迄今美国并未公布过 任何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美国《洛杉矶时报》指出 眼下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两个重大威胁 一个是气候变化 另一个是核武器 而这两个威胁 在马绍尔群岛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现 早在1982年 美国政府一个工作组就发出警告 如果遭遇大型台风 群岛上的这座核废料填埋场 有可能发生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2013年 美国能源部发现 穹顶结构的外层已经出现微小的裂缝 美国媒体2019年发表的调查报道指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海平面持续上升 放射性物质流入附近土壤和海水的风险 正在不断增加 令人担忧 1988年 国际法庭曾做出判决 要求美国向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支付23亿美元 但遭到美方拒绝 美国能源部今年10月提交给国会的最新证词显示 拜登政府依然坚持马绍尔群岛政府 要为核废料填埋场的维护和监测负全责 马绍尔群岛50年内将从地图上消失 面临气候变化威胁的不仅仅是一座核废料填埋场 当地时间10月31号 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 马绍尔群岛气候问题特使警告 如果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不能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那么该国有可能在50年内被彻底淹没 马绍尔群岛平均海拔只有两米 全境范围内没有山丘 海水已经摧毁了这片海岸基地 这里曾经处理有许多住宅 而现在大多数房屋已经变成了一片玛丽 成为了人类曾经居住过的遗迹 马绍尔群岛目前是处在气候变化的最前沿 但是美国方面大概率不会对马绍尔群岛提供实质性的援助 这其中应该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来说美国对于像马绍尔群岛这样的小岛屿国家 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 一贯是采取一种置之不理的态度 这是因为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 就使得他们向来适应经济利益去划线 第二个原因 美国政府当前我们知道是深度推进它的印太战略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岛链部署 那么马绍尔群岛在新一轮的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当中 它的位置显得并不那么重要 所以即便美国对马绍尔群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诉求 口头上表示同情也不会做出实质性的援助 来看到日本众议院选举已经尘埃落定了 自民党的表现是好于预期 而岸田文雄的首相地位得以巩固 那专家就表示说 接下来他很可能在防卫政策上有大动作 据日媒报道 岸田预计将在11月10号举行的特别国会上再次被选为首相 并于当天迅速完成二次组阁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分析 执政基础得到巩固的岸田 接下来很有可能将对日本防卫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岸田本人在1号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确认 再次完成组阁后将着手修改日本国家安保战略 日本现行的国家安保战略 也是日本战后第一份综合性的外交与安保战略文件 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12月推出 公布至今从未修改过 美媒认为岸田调整日本防卫政策 有三大焦点领域值得关注 大幅增加日本防卫费 自民党在本次众议院选取的竞选纲领中 已经明确提出要比照北约标准 将防卫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提高到2%或以上的水平 但并未提出具体的数值和时间表 美国后任中日本大使拉姆·伊曼努尔日前指出 日本愿意提高防卫费与GDP的占比 反映出了日本战略思维的重大变化 意味着日本认识到在美日同盟关系中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决定日本是否应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指的是 在敌方对日本发起导弹攻击之前 先行对敌方导弹基地实施有限打击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认为 对敌基地攻击并不违反宪法 但由于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防务合作指针 规定进攻性行动由美军承担 如果自卫队想要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就意味着对日美同盟做出根本性调整 因此多年来自卫队实际上并不拥有这种能力 但近年来 借着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 日本国内有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 日益升温 尤其是2020年叫停陆基周斯顿的部署计划之后 自民党内不少人提出 仅仅依靠防御是无法做到万无一失的 不过 东京新闻等日美指出 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实质上就是一种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 完全违背和平宪法 如何进一步推动日美一体化 拜登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概念 试图进一步加强美国同盟友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事实上 近年来日美之间的一体化已经在稳步推进 尤其体现在武器装备上 10月29号 日本自卫队从美国采购的首架新一代空中加油机 KC-46A从美国飞抵日本并完成交付 日本也成为该型加油机第一个海外用户 KC-46A是波音公司在波音767客机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 兼具战略运输功能的空中加油机 2015年首飞 2019年开始向美军交付 日本防卫省2015年将KC-46A确定为自卫队下一代空中加油机 目前已订购自架 波音公司表示 KC-46A可以为美国空军 海军 海军陆战队 以及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各型飞机加油 将成为美日同盟的力量倍增器 此外 美军F-35B战机于10月初首次完成了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上的起降 此前 出云号航母化改装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随着二战后 自卫队舰艇上第一次进行固定翼战机的起降 日本距离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只有一步之遥 日本自卫队官方近期公布的最新画面披露了 日美两国人员在出云号起降F-35B前进行协调 以及联手检查飞行甲板等更多细节 在这次的日本的众议院选取的过程中 自民党取得了胜利 涉及到对外政策方面 我们看到肯定还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强化日美同盟对日本外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对于日本国内一直在探讨的对于基地攻击能力这样一个问题 岸田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已经表态 还是要进行探讨的 那势必是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么这次在众议院选取的过程中 自民党也表达了要将防卫经费要达到2% 这表明一个日本确实要在安全领域 也就是说在防卫领域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所以对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 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专家认为自卫队正在从美军身后走到一线前沿 日美同盟的攻防分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这将对亚太安全形势和力量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岸田此前在选举期间对强化日本武装显露出热切姿态 针对目标不言自明 极易造成中日安全困境及地区不稳 互不构成威胁是中日政治共识 亚洲邻国期待的也是文雄而非武雄首相 再来看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近日称 由美国军队以训练为目的驻扎在台湾 1号台湾也披露了台美沟连进行军事交流的更多内幕 台湾联合报11月1号披露了台美沟连进行军事交流的更多内幕 报道称台军各军种包括陆军海军空军都有对美交流项目 台媒报道说蔡英文日前证实的所谓驻台美军 是台美今年首度实施的特战合作组协训计划 十余位具备各类军事专长的美军特战小组官兵 以每半年一梯次形式接替进驻台湾 协助台军各军种特战部队提升战力 但这个协训编制称不上部队也没有协防意义 蔡英文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 由美国军队以训练为目的驻扎在台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28号回应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丝毫改变不了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是谁在台湾问题上搞胁迫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 凡是数点忘卒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10月28号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一些人违背一个中国的政治承诺 不断打台湾牌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极其错误信号 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如果美方继续顽固报首 以台制华幻想 企图以切相长方式 实质性提升美台军事联系 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和回击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日务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任何养人鼻息 斜阳自重 阻挠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图谋 终将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挫败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近来 美台军事勾连不断浮出水面 台当局更加紧提升军力 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湾自造潜艇将于3号 举行铺设龙骨仪式 开项目去年11月 在高雄造船厂开工 原型舰共分6个船段 都已经分别焊接完成 铺设龙骨仪式后 各项设备将陆续安装入各船段内 然后再进行6个船段的焊接组合 根据台军的计划 这艘自造潜艇预计于2024年下水 2025年交付给台湾海军 台军方高层日前透露 美国方面已经同意向台湾出口 数字声纳系统 战斗系统整合 以及辅助装备系统等装备 在重要的武器系统搭配上 台军方官员说 台湾自造潜艇将搭配美国售台的 MK48重型鱼雷 MK48重型鱼雷每枚超过1.5吨 是美国潜艇的主力装备 与台军现役的舰龙级潜艇使用的 德制重型鱼雷相比 其最高时速快60% 最大射程也多25% 台湾以1.8亿美元的价格 从美国采购了18枚新型MK48重型鱼雷 此外 台防务部门今年编制的 2400亿元新台币的海空战力 强化特别预算 主要用于采购导弹系统 防空系统以及高效能舰艇 包括耗资592.7亿元新台币 新造10艘陀江级巡逻舰 陀江级是台海军研制的 具备隐身性能的导弹艇 采用双体船设计 目前已有两艘服役 分别为1号舰陀江舰 2号舰塔江舰 由于航速快 具备一定的隐身性能 配备导弹数量多 该舰被台媒形容为航母杀手 10艘新造陀江级巡逻舰 加上已服役的两艘 将以1对1的比率 淘汰更换现役的 锦江级巡逻舰 成为台海军数量最多的军舰 台当局以武谋独的挑衅行径 升级台海紧张 蓝营炮轰蔡当局 正在把台湾带入战争危险中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 马晓光 10月27号表示 美台近期加紧勾连 挑衅的背后 包藏的是以台制华的祸心 打的是以美谋独的算盘 无论他们怎么勾连折腾 都是徒劳的 看到11月1号开始 亚洲多国放松了防疫的限制 有条件允许国际旅客入境 韩国则开启了与新冠共存模式 不过一旦疫情反弹 韩国将暂停这一措施 11月1号是韩国开启与新冠共存模式的第一天 餐饮业迎来了久违的客流 各大景区也恢复了从前的活力 今年夏天海水浴场早早关闭 釜山海云海景区不复往年盛况 今天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享受迟到的假期 釜山烟火集等去年被取消的秋冬庆典 得以正常举办 吸引了众多游客 旅游住宿夜也兴旺起来 与此同时出境游也叙事待发 调查显示10月份韩国出境机票 销售额比9月猛增了790% 约9成的购票者表示将于年内出行 外国劳动力入境限制将被放宽 韩国雇佣劳动部表示 在当地接种了新冠疫苗 并持有核酸阴性证明的 外籍劳工均可入境 最晚将从本月底起 扩大外劳引进规模 遭遇疫情和用功荒双重打击的 韩国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 有望走出困境 不过韩国政府防疫负责人表示 解除限制后 各种聚集性活动将大大增多 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增加难以避免 一旦重症病床使用率超过75% 政府将暂停恢复日常生活秩序措施 启动应急计划 11月1号 澳大利亚 泰国 以色列等国 开始放松国际边境限制 有条件允许国际旅客入境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11月1号 全球累计已经有超过500万人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发表声明警告称 疫情尚未结束 人们必须最大限度保持警惕 好 工作资讯再来看一组数了 据韩媒报道 居住在浦象市的一位自动拍摄装置 来确定其活动轨迹和分布特征 日本南部海岸近日被大量火山浮石覆盖 在路尔岛县宇论丁海岸 海岸附近的海面被一层浮石所覆盖 已经看不见海水 当地政府称 受浮石影响 为当地发电站运送柴油的邮轮 无法靠岸 也无法为发电站输油 甚至整个宇论丁区域都可能停电 因8月中旬 海底火山喷发而造成的浮石 已经影响到冲绳岛的11个港口 以及日本最南端路尔岛线的19个港口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马尔代湖正面临三重生存威胁 第一是海洋温度升高导致珊瑚死亡 珊瑚礁也在逐渐消失 未来十几年内 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危机 第二是海平面 在2020年一年内就上升了3至4毫米 第三是随着气候变化 雨季和热带风暴都变得更加频繁 可能造成土地流失 科学家表示 如果无法立即采取行动 遏制全球变暖 马尔代湖未来可能将不复存在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